我认定一件事的话 我就会坚持地去做一件事 我不太会纠结 我对于角色的这种喜欢 值得我去做这个角色 然后我也愿意去做这个事 对 我不后悔 就每个角色对于我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色 谢谢这每个角色 能够在我生命的 不同时间段出现吧 电源分析统一场 应该也是受到了 资鬼控系统的刺身影响 所以我们的首要认为 是尽快地降低 这个角色是一个 学生级的航天工程师嘛 有什么比较特别大东西的电话 就是追逐梦想吧 我觉得其实 所有的航天人 和于途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这个事 能够坚持 然后他们不会妥协 然后就是一直地钻研 钻研 钻研 就觉得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真的是受光的 感觉你好几个角色 夜修也是一个这样子 其实他经历也挺多的 对 夜修是一个 曾经在高峰 然后跌到了谷底 然后再次站上了 那个塔尖的人 于途的话 我觉得也会更加地 有烟火气一些吧 他其实 他在生活中的 这种面临的困境 其实会比较的多 首先就是他 对于事业的这种选择 他差一点点 一起发射上天的那一刻 我觉得是很有荣誉感的吧 嗯 都打了两天了 就不能让我赢一回吗 不是这样的一样 会不会有一种梦回忆 之前拍薇薇的时候的感觉 会有一些萧娜的回忆吧 然后再一次演这样的田剧 其实对自己而言也是 也是一次挺不一样的 一个挑战的 那你觉得这次拍这个田剧 有挑战点在哪呢 萧娜和于途 他两个人物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一个是大学时期的 那个恋爱的方式 一个是于途 这次就更加有 现实感的一个环境在里面吧 更加烟火气一些 这种时候我就觉得 还不如就在老家 小城市里找个工作 幸好这次我没事 哎呦 不然家里这点钱 真经不起话呀 就是在那个瞬间吧 就觉得其实挺不容易的 一个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我喜欢这个 我热爱这个航天 然后之后呢 另一方面呢 就是又有诱惑在等着他 但对 但是他没有被这种诱惑 锁锁那什么 之后他选择了航天 我觉得当他那场戏 就是看到他 他妈生病住在 那个小旅馆里面 其实真的会很难受 对于像我自己而言的话 我没有什么太多时间 能够陪自己的爸妈 也会就是有时候 会有这种感触 这个确实可能也是很多人的遗憾 对 尝回家看看 其实我是这样 就是我如果没有什么工作的时间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和爸妈在一起 能够多陪他们一起 就多陪他们一起 因为我也和我爸妈一起住嘛 对对对 我也不是单独自己住 然后呢 那没事就是 可能有休息时间的话 就一起出去玩一下呀 对对 就这样 看个电影 很浪漫的 那体验完了于途 这个人生之后 你觉得对自己 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和改变 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 对我有些鼓励 于途他的这种 遇到的这种现实的情况 然后他的这种选择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孤雾 去先拯救GX号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应该在这 他没有被现实 和这种梦想所打败 然后呢 他一直坚持地在做一件事 就像是演员一样 不管什么样 始终就是好好地去演戏 然后不要再意外界的一些干扰吧 对 演自己喜欢的戏 曾经有人说过 我很自私 明明有能力 可以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却自私地为了自己所为的理想 让家人牺牲 他其实面临着那个梦想和现实的一个选择 那对于杨阳自己来说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纠结的时刻 如果说真正大的什么纠结的点的话 其实真的没有 因为我认定一件事的话 我就会坚持地去做一件事 我不太会纠结 所以你在大方向上其实还是很坚定的一个 对对对 就像之前大家可能看到杨阳比较少了嘛 然后呢 就是你让我一拍戏 就会拍的时间比较久 扎在剧组里 有一两部戏都拍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是我对于角色的这种喜欢吧 然后我觉得值得我去做这个角色 然后我也愿意去做这个事 对我不后悔 其实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也是得那个有鼓起勇气吗 没有什么鼓起勇气 因为那些角色都是我很喜欢的 然后都是很打动我的角色 然后我觉得是我可以尝试去挑战的 对然后我就是喜欢 所以我就去演 我们下期的角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